记者陈贤怡台东报道,鼓励烧伤,烟损靴子或其子女克服逆境,努力向学,阳光基金会颁赠奖助决金,台东既有22人申请通货并获奖,阳光基金会表示,这次典礼以梦想起成为主题,透过系列活动设计,为受奖者注入更多的勇气及力量,肯定这群努力求学,勇敢追梦的孩子。 受奖人小光化名,102年在家中意外被热水烫伤双腿,三年多来多次进出医院治疗,每次治疗都让妈妈心疼不已。 小光妈妈说,当看到病危通知时,真的吓到了,从来不知道烫伤可能会让他们母女天然有格。 对一个10岁的孩子而言,要长时间穿压力裤是很不容易的事,非常欣慰小光不需要他提醒自己穿脱清洁压力裤,让他不用担心。 颜面遭烫烫伤的新住民丽红妈妈则说,两个女儿自从她受伤后,几乎将家事全包,长大了许多,让她感到非常窝巾。 丽红妈妈的大女儿则说,在家时间很多,和妹妹一起分担家事,也不会影响课业,现在成绩还不错,未来希望就独自出科。 阳光基金会表示,基金会多年来持续一般发奖助学金的方式,鼓励烧伤,烟损学子或其子女克服逆境,努力向学,妄能成为他们求学路上稳定的后盾。 今年全台总共发出约320万元,帮助663位学子完成学业。